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着数不尽的美景 但是在看风景的同时 您也得注意降下 因为这里有蛇 那么蟒山有多少种蛇呢 据统计蟒山现有蛇类 52种 其中有20种是毒蛇 这几乎占到了 全国毒蛇种类的一半 中国有句老话 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上 足见人们对于蛇的恐惧 可是 在蟒山 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 他不但不怕蛇 反而爱蛇如命 爱到什么程度 他九次被蛇咬 九次险些丧命 可就是痴心不悔 他用一句歌词说 那就是死了 都要来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一个惊人发现 让他的名字 和这片蟒山一起 出了名 画面中这位老人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位爱蛇之人 他叫陈远辉 大家注意 他手中所拿的是一条 兵临灭绝的巨毒蛇 这条蛇 在陈远辉家里养了 近一年的时间 这天陈远辉准备将它 放生到山林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陈远辉放手的一瞬间 一个可怕的意外 发生了 陈远辉 陈远辉没有想到 原本不具备 主动攻击性的小蛇 会突然咬自己一口 此时的他知道 一旦被这种毒蛇咬伤 蛇毒会迅速地侵入血液 继而破坏血液内的 凝确机制 然后随着血液在人体内发作 一个小时之内 即可使心脏产生骤停 然而 陈远辉并没有马上进行应急治疗 而是让随行的女儿和记者 掏出数码相机 对着被咬的中指拍照 稍微有点急救尝试的人都知道 被毒蛇咬伤 首先要把蛇毒尽可能地挤出来 然后阻止蛇毒在血液里循环 所以时间就是生命 可陈远辉却在一分一秒的拖延救治的时间 他这么做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看到几个毒牙痕 我就说我还是把这个毒牙痕迹 这个资料要留下来 所以就没有理解做处理 直到对毒牙痕迹拍完照片之后 陈远辉才开始对自己进行紧急救治 然而 由于耽搁了时间 他的手指头开始变黑 伴随他的是又肿又胀的剧痛 当他开始处理伤口时 毒素已经基本上被血液吸收了 完全挤不出来 他感觉到越来越体力不支 很快 陈远辉周身冒汗 躺倒在地 画面中陈远辉后面的那位 是他的女儿 陈远辉被蛇咬伤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以前他跟随着父亲 给别人治疗过蛇 对蛇伤的救治略知一样 可是 独自施救 还是头一次 此时的他知道 一旦父亲进入昏迷 很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 父亲的生与死 就在一线之间 随行的女儿 跟随过陈远辉 给别人治疗过蛇毒 在父亲的指导下 他开始进行急救 因为只有我能治疗 所以我当时就 然后叫他去处理 然后找草药吧 经过了一些 简单的处理后 陈远辉被随行的工作人员 迅速带下山 送回家中 他的女儿 根据他以前的药方 寻找草药 为他敷药治疗 就这样 陈远辉在家里 昏睡了三天三夜 其实之所以不去医院治疗 陈远辉还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想在自己身上 做一下试验 看看这条小蛇 究竟有多毒 而自己的蛇药 能不能把自己给救过来 本来是将蛇放生 却被蛇反咬了一口 可见 蛇对于人类 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可是这个陈远辉 他为了蛇 还真是不要命 竟然在自己的身上 做起了活体试验 当然 他也没有想到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 会有这么大 三天之后 陈远辉从昏睡中苏醒 可是 他被咬伤的 左手中指上部 已经溃烂 这只手咬这么大 我希望是咬到我 我才能大年纪了 从事不了 女儿只好把陈远辉送到医院 医生决定将他左手中指 完全切除 但陈远辉只同意将坏死的 第一二节截取 我就想能够尽量多保留 我的这个蛇指的部分 因为如果全部切掉了 以后抓谁啊这些啊 这些都不方便 这节断指便成为了 他与蛇之间永远的纪念 算起来 这已经是陈远辉 第九次被蛇咬伤了 即使 为了蛇他丢了手指 可照片上的他 依然笑得憨糊 用他的话说 他这几次都没死成 说明还有很多事 没有做完 他得回来 继续做 那么这个喜欢跟蛇打交道 险些丢了性命 却执迷不悔的陈远辉 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和蛇 而且是巨毒蛇打交道 这一切还得从湖南莽山 这片神秘的大山说起 莽山位于湖南郕州 宜张县境内 地处南岭山脉北路 以领海茫茫而得名 这里自古以来 就是瑶族的居住地 长期以来 他们仍旧保持着 非常独特的生活习惯 妇女和男子 都有裹长绣帕的习俗 每一条绣帕上 都有一条和蛇鳞一样的图案 它就是瑶族人民 崇敬和尊重的图腾 小青龙 莽山瑶族认为自己是福西女娲的后代 而福西女娲是人面蛇身的神仙 瑶族人继承了其中人性的部分 蛇性则为一种叫做小青龙的蛇继承 传说中这种蛇非常巨大 有一条白色的尾巴 生活在莽山深处的瑶族人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说 他们和小青龙是一蒙所生的兄弟 虽然他们从未谋面 但是瑶族人相信 他们的兄弟和他们一起 生活在这茫茫的深山中 可是祖祖辈辈以来 小青龙一直是瑶族人民口耳相传的传说 秀帕当中的小青龙究竟是种什么动物 一直没有答案 如果是蛇 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蛇呢 它是否依然生活在这深山中呢 1983年 一位专门研究蛇伤的医生陈远辉 从湖南郑州来到了这人际罕至的莽山 一次偶然的经历 让他发现了这小青龙图腾背后的秘密 1984年10月 莽山森林保护区的一个老工人 在山上啃荒的时候 被一条不知名的毒蛇咬伤 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到了 擅长治疗蛇伤的陈远辉这里 当时伤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被蛇咬伤的手臂发死发疗 经过初步检查 陈远辉断定 伤者很可能是被五部蛇咬伤的 但是 这个推测被伤者的家人否定了 因为根据伤者清醒时的描述 咬他的蛇有啤酒瓶那么粗 头部是三角形 草绿色蛇身 尾巴呈白色 在这里有必要为各位介绍一下 五部蛇 五部蛇是一种剧毒蛇 他的别名又叫金钱白花蛇 通体是由金色和白色的细密花纹所构成 据伤者的回忆 咬伤他的那条蛇是草绿色的 体型庞大 最重要的是 他的尾部有一种奇异的白色 这显然不是五部蛇 陈远辉转念又一想 如果这条蛇呈现草绿色 那它会不会是竹叶青蛇呢 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 就是竹叶青蛇的照片 但很快 这个推断又被陈远辉自己给否定了 我们看一下竹叶青蛇 虽然也是通体的翠绿色 可它没有一种白色的尾巴 而且它的体型也没有那么大 如果咬伤那位职工的 既不是五部蛇 也不是竹叶青 那么该如何给伤者对症下药呢 陈远辉碰到了他到马山之后 最棘手的一个难题 之前因为痴迷蛇药研究 而特意来到马山的陈远辉 已经为当地治疗好了二百多起蛇伤事故 收集了各种蛇类标本几十种 但是这样的蛇伤 他却还是第一次碰到 根据陈远辉的经验 被普通毒蛇咬伤 最多有一个星期就能治愈 然而这粒特别的蛇伤 陈远辉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蛇伤虽然是治好了 但陈远辉却并没有太高兴 这时候的陈远辉刚刚来到马山 工作有一年的时间 为了避免有人再次被这种 白尾怪蛇咬伤而耽误治疗 陈远辉这时候产生了一种 想进一步了解这种毒蛇的愿望 而且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这该不会是一种 从未被发现的新蛇种吧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这种蛇的活体标本 解开它的谜底 陈远辉推着一部破旧的自行车 背着一台海鸥拍120照相机 开始在莽山深处艰难的找寻 当地村民知道陈远辉在找一种怪蛇 每次抓到不认识的蛇 都会给陈远辉送来 无数次打开中蛇的口袋 无数次满怀希望 可每次都是以失望收场 渐渐的 陈远辉对白尾怪蛇是否存在 产生了疑惑 但在对林长周围群众的调查访问中 陈远辉却不时地能听到 关于这种蛇的消息 照当地村民的说法 这种白尾怪蛇是的确存在的 而且根据民间口耳相传 见到这种蛇不能打 否则是会遭报应的 这让陈远辉确信 他苦苦寻找的这种白尾怪蛇 就是当地姚民的图腾小青龙 然而一晃五年过去了 陈远辉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是这种蛇销声匿迹了呢 还是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仅仅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幻影 机会在五年之后的 1989年10月终于来临 当天刚刚出差返回蒙山的陈远辉 听说山里电站 有个职工捉了大大小小一窝蛇 其中就有一条白尾蛇 兴奋的他马上跑过去看 啤酒瓶粗的蛇身 草绿色的花纹 白色的尾巴 正是陈远辉追踪了五年的怪蛇 陈远辉断定 这就是瑶族人民传说中的小青龙 一个流传了千百年的秘密 终于解开了 原来传说当中的小青龙 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让陈远辉感到奇怪的是 既然小青龙是真实存在的 那为什么所有的蛇类书籍当中 却都没有记载呢 此时陈远辉的心中已经断定 这是一个新的蛇种 可他转念一下 自己作为山沟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蛇一 如果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那肯定没人会相信 因此他得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为了不让这条怪蛇被人卖到餐馆 陈远辉回家偷偷地拿了四百块钱 以高价把这条蛇买了下来 带回家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百块钱 这在八十年代末期可不是个小数目了 这得冒着回家跟老婆干架的危险 而陈远辉令人费解的行为远不止这些 可以说他和这种怪蛇的缘分刚刚开始 为了确定小青龙的身份 陈远辉决定去找专家对小青龙进行鉴定 而结果令人震惊 怪蛇身份震惊世界 然而一个事实让陈远辉十分担忧 蟒山烙铁土蛇火了 蟒山火了 陈远辉也火了 与蛇同棉 蛇王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但那继续揭秘 身份震惊世界 然而一个事实让陈远辉十分担忧 蟒山烙铁土蛇火了 蟒山火了 陈远辉也火了 与蛇同棉 蛇王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但那继续揭秘 1990年初陈远辉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动物学家赵尔蜜 取得了联系并送去标本进行鉴定 赵尔蜜认为这种蛇是烙铁投蛇的一种 但在体型 死板 鳞片数量等重要外形特征方面 又与其他烙铁投蛇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 经检索 国外也没有此蛇种的记录 1990年赵尔蜜和陈远辉联合署名 向全世界宣布 在中国蟒山发现了一个新蛇种 我这里就有当时两位共同发表的论文报告 在这篇论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经研究确定 是奎科富亚科烙铁投蛇 书未经记载的一个新种 命名为蟒山烙铁投 这份报告一出 动物学界顿时就炸开了火 蟒山烙铁投蛇火了 蟒山火了 陈远辉也火了 经国内外专家严格认定 证实这条青色白尾的大蛇 属于奎科富亚科烙铁投蛇 烙铁投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最不要的原因就是它那明显呈三角形 形似一块烙铁的头部 世界上有三十多个烙铁投蛇种类 但没有发现过如此巨大的烙铁投蛇种 因而将其命名为蟒山烙铁投 和普通的烙铁投蛇相比 自乎以来为什么知道它的人少之又少 它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它究竟藏在哪里 从而夺过了人们的视线 为了揭开蟒山烙铁投蛇更多的秘密 陈远辉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和研究 然而事实比他想象的更为严峻 我这里还有一份陈远辉所住的 蟒山烙铁投的资源调查报告 就是这份 调查时间是1990年到2000年 通过十年的走访 线索报告 以及定点监测等专项调查 陈远辉发现 蟒山烙铁投只分布在蟒山地区 大约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蟒山 是蟒山烙铁投唯一的生存区 而调查的蛇群数量 更是令人忧心忡忡 2004年国家林业局公布 蟒山烙铁投蛇的数量不到500条 也就是说在这个星球上 只有不到500条的蟒山烙铁投蛇 这就意味着这种蛇刚被发现 就已经濒临灭绝 随后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 中国11种比大熊猫还宾威 急需拯救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单中 蟒山烙铁投蛇 作为蛇中大熊猫位居第10目 可以说 它是急需抢救性保护的超级国宝 研究蛇研究了大半辈子 陈远辉想的只是治病救人 然而蟒山烙铁投蛇的发现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神圣的使命感 陈远辉意识到 要想保护濒临灭绝的蟒山烙铁投蛇 只凭一次偶然的发现是不行的 而要进行事物的观察 研究 由于研究需要大量的标本 陈远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蛇带回家中进行人工养殖 把毒蛇带回家 当宝贝养 陈远辉是铁了心 有条件要养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养 没有研究场所怎么办 陈远辉他们家的客厅 女儿的闺房 以及老两口的卧室 就都成了陈远辉的研究室 当时陈远辉跟爱人 孩子 住在一间 只有五十一平方米的 已经十年没有整修过的 巫衣房里 这间房子里几乎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下雨的时候 房顶还会滴滴答答的漏雨 如果用一个字来行人他们家 那都是乱 陈远辉也不收拾 爱人想收拾 可又不敢 为什么呢 到处都是蛇呀 除了蛇 他还会养一些 常人不太会养的东西 你像什么泥鳩 小白鼠 还有青蛙什么的 当然 这些都是给蛇吃 对了 还有鸡 鸡 也不是给人吃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陈远辉和爱人的工资 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块 自家人吃一顿肉都不容易 所以养蛇的艰难可想而知 可即便如此 陈远辉还是把几乎全部的收入和精力 都花在了盲山烙铁头的研究上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自从陈远辉把蛇弄回了家 他的家人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与东蛇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就是与死神同吃同住 他们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船旁边是蛇 船对面不是有老鼠 就是老鼠 然后它拉的那个粪便比较臭 当时就是说 我害怕肯定就是说 谁都害怕 人肯定反对 因为这蛇一个是危险 这个刚刚说的是死神 你把死神帮到家来了 你说我老婆啊 我女儿啊 那时候都反对 还经常吵架 为什么 这个马上拉脚的时候 他不断威胁 而且他吃了东西之后 大概四到五天 他就排泄 就那个十二分啊 十二变啊 特别心臭 一个房子啊 要臭几天 你怎么脱卫生 你都脱不了 我这个人刚刚说的很固執 你臭不臭 反正我要考 要研究他 我就是放在家里 我也不动 我那人几次说 把那个谁给他丢掉 他说你不在家 是他搞死他 当然他讲是这样讲 他心里还是不会这样做 口说无凭 这张照片 就真实地记录下了 陈远辉家人的生活场景 这是陈远辉 女儿的房间 晚上 他在灯下写作业 在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地方 就养着一笼子的 芒山烙铁头蛇 每次女儿从蛇笼子旁边经过时 都会小心翼翼 捏手捏脚 生怕碰翻了笼子 让蛇跑出来 再来说说陈远辉的老婆 嫁给陈远辉以来 一直就觉得陈远辉 爱蛇胜过爱自己 一年365天 陈远辉有一半的时间 基本上是待在山里考察 即使在家里 也是跟蛇打成一片 不问世事 家里的事不帮忙不说 还添乱 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老婆为了 改善家里的伙食 买回来两斤肉 一转眼 没了 被陈远辉偷偷拿去 喂蛇了 气得老婆直掉眼泪 有一年 芒山林场职工 内部评选最懒丈夫 陈远辉毫无悬念地 全票当选 您说 对于丈夫这么不务正业 老婆能有多支持她呢 走蛇支持她 我再支持她 支持她怎么 支持她再搞我干出来了 你看我房子的这个样子 做得违反 做得再多的是 虽然陈远辉的爱人 有着诸多埋怨 甚至曾扬言要把蛇扔出去 但毕竟 刀子碎豆腐心 埋怨归埋怨 却也一直默默支持着陈远辉 因为他知道 在别人看来 丈夫不务正业 可对陈远辉来说 这是一项比生活本身 更有意义的事情 陈远辉属牛 对于他想做的事 也是凭着一股牛劲 不做完 绝不罢休 不做出成果来 也不罢休 就这样 他一边做着妻子的思想工作 一边勒紧裤袋 进行着 蒙山烙铁头蛇的繁殖和研究 听说过喂猫喂狗 喂鸡喂猪 您听说过喂蛇的吗 陈远辉 就为他所养的 莽山烙铁头蛇 特别定制了一份 非常详细的食物清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这儿 这记录着详细的 喂食时间还有次数 毛鼠一只 猪肉一斤 你就已经三日一次 再往下看 还有专门为 患有腹泻的蛇 所开的药方 土霉素 六条 够细心的吧 那么这个蛇 究竟它是怎么个喂法呢 我们一起 来看一张照片 如果有生病了 不主动进食的蛇 陈远辉就需要人工甜喂 喂蛇不仅是个利器活 还得将就分工 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个人 首先得有人抓蛇头 再有个人抓蛇身和蛇尾 否则它会乱窜 容易咬到人 喂的时候呢 还得有个人拿一个漏斗 通过漏斗给蛇灌入食物 显然协助陈远辉 完成这个喂食过程的 自然不是别人 无非是陈远辉 带着爱人和女儿 全家出动 陈远辉的爱人很怕蛇 从这张照片上 他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 他极力地往后躲 但为了不让蛇 咬到自己的丈夫呢 没办法 他只能帮忙抓住蛇身 抓到后来 慢慢地也就不那么怕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挑一下 猫卡最高的滚子 把它挑拦了 再下一个旋律 好 高手就可以 这没个左里点 那不行了 好了 可以了吗 可以说 陈远辉正在给 蒙山烙铁头喂食 一些当地的村民闻讯后 也纷纷赶过来观看 由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加上喂食的时间过长 这条七八斤重的大蛇 突然被激怒 并向陈远辉发起了攻击 陈远辉迅速拿出 自己配置的蛇药 一部分内服 一部分外服 对伤口马上进行了除了 根据以往治疗 这种蛇伤的经验 如果三个小时之内 进入昏迷状态 很有可能 就会有生命危险 好在 陈远辉针对 蒙山烙铁头 研制出来的蛇药 起了作用 他再次从生死边缘 逃了回来 说到这里 有人会说 你看 这就是狗咬吕洞兵 明明是为了蛇好 蛇不领情意就算了 还想置救命恩人于死地 这听起来 未免过于残酷 其实 很多人都怕蛇 觉得蛇是冷血动物 对人类有威胁 陈远辉这么做 就是多此一举 但对蛇来说 人类何尝不是 他们最大的威胁者呢 陈远辉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但他知道蛇不会主动攻击人 也不会把人类当做什么朋友 它只是需要生存 和任何生命一样 它都有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理由 你看这个第一个蛇卵 从今天早上6点50就开始破火了 那就有裂缝了 当时它那个蛇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出来 它有时候它就动一下 拱一下 有时候拱一下 等下你就会看得到 现在第二个第三个也在开别了 1994年 陈远辉人工繁殖的60多个蛇卵 第一次拂出五条蟒山烙铁头右蛇 至今为止 他已成功付出 八匹九十一条蟒山烙铁头蛇 为了扩大他们的野外种群数量 维持蟒山的生态平衡 每当成功繁殖出一条蟒山烙铁头 陈远辉都会将它放生到山林 而且定期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跟倒 也要看看上面的树 来来来来 打哈欠了打哈欠了 打哈欠了 拍到没有 打哈欠了 打了一个 打哈欠了 终于拍了一个 打了一个 好 又来了 又来了 接个 好 又打了一个 好好好 接下 随着国宝蟒山烙铁头的名声越来越大 蛇的身价不断上涨 到一九九六年 一条小蛇的黑市价格 就涨到了令人吃惊的一百万美元 一座神秘的大山 有一种传说中的巨型毒蛇 这该不会是一种 从未被发现的新蛇种 一位隐居深山的老人 与蛇为伴 九死一生 他用一句歌词说那就是 死了都要爱 是什么让他不顾性命 探究毒蛇秘密 而结果令人震惊 弹案为您经历 蟒山蛇王与兵威小青龙 有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 蟒山烙铁头 因为其数量少 研究和观赏价值很高 开始被非法捕摄者高价走私到国外 这让陈远辉感到非常的焦急 尽管早在1996年 一袋子钞票来 摆在陈远辉的面前说 只要你给我一条 蟒山烙铁头蛇 这些钱就属于你了 陈远辉不是不需要钱 因为养蛇家里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拮据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可是面对诱惑 陈远辉怎么说呢 你卖我卖大家吧 那么很可能这个蛇在 三八五年内就会绝走 那么这个蛇的绝走 就是因为我陈远辉 公开带头卖了蟒山烙铁头蛇造成的 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是罪人 对于陈远辉来说 保护蟒山烙铁头不仅是为了 保护蟒山的生物链 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 也是为人类造福 研究结果表明 蟒山烙铁头的毒液 对心血管病 风湿性关节炎 麻红病防治具有独特疗效 其医学价值也不可估量 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 陈远辉与同事一起研制的 陈州二号蛇药 在中国医学科学大会上 荣获科研成果一等奖 他的许多蛇利研究第一手资料 成为我国及相关国际组织 制定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 重要依据之一 然而在陈远辉取得成绩后不久 一个噩耗来临了 2006年7月31日 陈远辉的妻子因为脑动脉破裂 突然去世 陈远辉与妻子结婚28年 陈远辉研究社也研究了28年 要说他唯一感到后悔的事 就只有一件 没有他的辛苦 就没有我的现在 他真的是劳劳一辈子 我叫他个未租啊 未几头租 卖点钱 他就拿回家来支持我的工作 我这里很感谢他 没想到他 就这么就走掉了 一句话本里他就走掉了 对于妻子 陈远辉有着深深的愧疚 但是对于蛇的研究 他从未感到过后悔 陈远辉今年已经64岁了 只有中专学历的他 如今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蛇博士 并被推选为 芒山自然博物馆馆长 为了感谢陈远辉 为芒山做出的贡献 人们在博物馆门前 塑造了一座老人与蛇的雕像 陈远辉的确是老了 因为常年在山里生活 陈远辉的身体 落下了不少毛病 工作上开始有些力不从心 他开始为芒山寻找新的守护人了 陈远辉心目中的人选 还会有谁呢 除了自己的女儿 实在是没有人愿意到这深山里 与蛇为伴 陈远辉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 本来是想去南方的大城市工作 对于父亲的想法 他一开始并不理解 但是看着父亲为了蛇 付出了一辈子 如今已是满头白发 他的心里又生出了几分敬佩 考虑到父亲的身边也没有个人照料 女儿最终选择留在了芒山 和父亲一起致力于芒山蛇类的保护和防治 从此 陈远辉在山中的背影变得不再那么孤独 2013年是芒山烙铁头蛇被发现和命名的第24个年头 然而芒山烙铁头的生存现状 却遇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2008年 一场席卷湖南的大雪灾 使得芒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芒山烙铁头蛇也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 冰冻灾害过后 陈远辉第一时间进山寻找烙铁头蛇 然而 他一次次进山 一次次失望 整整一年时间 烙铁头蛇完全没有踪影 他一度绝望地以为 芒山烙铁头蛇已经灭绝了 在芒山深处有一个地方被陈远辉命名为青龙居 这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周遭杂草丛生 在岩石下面隐藏着无数的洞穴 陈远辉就曾经在这里无数次的发现烙铁头 但是一场冰灾过后 就连青龙居这样的地方也都格外的寂静 仿佛没有了蛇类活动的迹象 二十多年来 陈远辉通过人工救助和培育 犯规了一百多条芒山烙铁头蛇 使得芒山烙铁头蛇的野外种群数量 曾经达到八九百条之多 可是一场冰灾 真的让芒山烙铁头蛇从地球上彻底的消失了 就在陈远辉新会议冷时 传来一个好消息 2009年4月 当地一位村民在芒山海拔700米附近 发现了一条嘴部受伤感染的芒山烙铁头蛇 陈远辉将这条烙铁头蛇带回家中悉心照料 并尝试用给人治疗感染的方式 为烙铁头服药喂药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原本病得奄奄一息的芒山烙铁头蛇 慢慢康复了 陈远辉决定把他送回老家 芒山 一所预言里 龙夫和蛇的故事告诫人们 对毒蛇不能怜悯 否则会丢掉性命 而陈远辉却用他的生命爱上了蛇 在日记当中 陈远辉写过这样一段话 蛇虽然是冷血动物 我一辈子偏偏偏就喜欢他 老婆说我也是冷血动物 但我的心是火热 我爱他们胜过爱自己 请注意 请注意 在这段文字当中 陈远辉对蛇的称呼 他 使用的是单利人的那个他 而不是带指动物的他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芒山这片高鹤纵横的原始丛顶里 冰威的芒山烙铁头蛇 一定存在于某个不归人之的角落 生生不息的繁衍 而芒山 因为有了陈远辉 和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者的守护 一定也会变得更加生机 盎然 一座汉战古墓的意外发现 引出无数神秘莫测的千古谜团 整座墓仿佛是一座豪华的山洞宫殿 古师身上所看的金铝玉衣 是为了尸骨不符 还是另有象征 相似的汉墓 为何有着截然不同的惊人发现 是谁把他们打碎的呢 其中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诸同墓室主人的死亡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惊天魅目 档案为您揭秘 玉石传奇之 汉代金铝玉衣之谜